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孔子一出来,孔子已经是50岁了 胡梅在选择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好的 像我们现在有出版一本漫画,就是我们孔子选一整个漫画 当时我跟我同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了孔子无时由我自己学的孔子 所以我们这个漫画的对象都是所谓的少年孔子 包括我们现在制作的动漫和漫画一系列都是少年孔子 因为我们发现到少年孔子很少在中国大陆跟在台湾很少制作少年孔子 虽然梁启超一开始就是很强调,中国如果要强,少年一定要强 可是少年孔子这个阶段很少人做 可是胡梅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选择孔子跟第一次大家见面 就是孔子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五十岁 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五的治医学,有三十而立,有四十而不破,五十而知天命 这个天命之年,我想这边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刚好是五十岁 这个天命之年在孔子的人生的整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因为就是他这一年才被鲁军看上 也就是这一年鲁定公才赏识了孔子 当然鲁定公能够赏识孔子 就是因为孔子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他之前的周游列国 所以就提任他担任这个大师寇 所以孔子本来各位,你知道今天的管理啊 我们今天的管理学告诉你四十岁就可以退休了 四十岁就开始我不用在任何志向 我这里很多管理,包括赖亚加教授肯定赞同我的意见 虽然他好像还要做到八十岁 可是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他的志向才开始得到肯定 这一个选择,我觉得胡梅不是很随意的选择 因为胡梅拍过的电影,拍过的电视剧像乔家大业 像雍正王朝,像康熙大帝 他所选的一个人物,比如说他选的雍正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看了雍正王朝之后 开始重新去再认识雍正 那胡梅他所选的角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当时在考虑要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要拍这部没有人看好的这种史诗电影孔子的时候 他要选择怎么角度进来 他经过了很多讨论之后 他发现如果选择五十岁孔秋 担任大师寇的时候 怎么样在面对当时候那种所谓军不军成不成 三环内乱跟整个鲁国的内政 已经受到这种耳一我诈 强弱落实的这种争霸时代之后 他要怎么去解决 我们很多朋友看了之后 他们很难想象鲁定公真的这么没有权利吗 他们不知道 我们很多,包括我们很多大学生 跟很多老师看了之后 他还跟我讨论 他跟我提起 他说,为什么鲁定公做一个王帝这么无能 为什么他那么懦弱 然后我跟他们说 您知道这个封建制度 公侯博子南的分法 西周灭亡之后 这个诸侯 孙旧战国这些诸侯在正确的时候 他们因为没有那个历史背景 所以他们以为所有的君主 所有这样的鲁定公这种一定是权利在握的 他们不知道历史是很残酷的 所以各位,我们去看一部历史剧 或者我们去认识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本身的历史的知识 跟我们对时代的了解 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底蕴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孔子当时候呢 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 一个残酷的一个现实 所以我们的胡梅导演 他就选择这个 来考验周润发怎么演全是这一段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解构这一段之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到 我们今天待会我们看到的孔子 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少年孔子 也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青年孔子 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重年孔子 也不是后来他编春秋 对易经重新有一些认识的那种所谓老年的孔子 他就是恰恰刚好是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孔子 是一个永远的孔子的形象 因为孔子所追求的理想 很多人说今天你们干嘛还去追求孔子 孔子最多都列国成为一个上家权 他的理想都没有实现 可是恰恰他的境界就是 学无止境,追无止境 追求理想世,追求美好的世界呢 是不会有一个完结的 就是不会有一个据点的 所以我们讲了这一段之后呢 各位就会发现这部电影呢 其实它好看在哪里呢 它好看啊就是拍五十岁的孔子 怎样面对挑战啊 重新呢扛起了他的政治的这个 暴富 然后怎么样呢去实现啊 他一直想追求的政治理想 我不晓得各位赞同吗 很多人就是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呢 就是在这一点 所以我下面所要讲的啊 就是关于电影呢 作为一个梦工厂 我们都知道其实电影啊 是一个做梦的地方啦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从小就看电影看大的 在电影里面呢 可以找到很多 你找不到的梦 当然梦醒的时候你会很失望 就好像我以前 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看很多 台湾的电影 一直特别是我那个年代 看的是林青霞的电影 跟林凤娇的电影 双灵双情的电影 可是等到你去台湾的时候 你发现台湾的现实会呢 不是双灵双情那么美的 大学的大学校园里面的爱情啊 永远没有穷鸭小说那么美的 但是呢 你不能够破灭啊 你不能够说 哎你醒醒啊 大家就在电影里面呢 找到这样长发飘逸的少女 找到永远到最后就是 充满了理想的电影 包括武侠电影 包括很多所谓的武侠片 他其实所追求的 都是一种 我们现实里面没有 但是在电影里面 在小说里面 就好像我的学生常问我们说 为什么武侠电影喜欢点穴 好像他让人物不要动了 就在那边点穴 我说他点穴不能够动之后呢 其他演员就可以开始做很多动作 很多情练就可以开始发展 这是电影里面 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现实里面所没有的 所以电影的梦工厂呢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 现实中历史史史诗般的孔子 尤其是孔子 已经成为一个自胜仙师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你要怎么样让他得到平衡 是胡梅接受最大的挑战 而且胡梅把这个挑战丢给了周润法 好